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收看 Stable Diffusion从入门到精通系列教程 第十四期 好 首先是我们万众期待的 上电视环节 好 因为我们上一期这个没有上电视的环节 所以我们积攒了一期 这一期上电视的小伙伴就比较多 我们先来看一下YouTube这边 这位于阳这个兄弟 他说我要上一下电视 我关注你很久了 那我们来安排一下 还有就是我在上上个视频直播的时候 这个Kyos王这个兄弟 他也说上一下电视 我就把这个直播的图片也写下来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Discord这边 因为我们Discord的群组 确实上电视的小伙伴比较多 我就用这个搜索功能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位是这个YOAU这个同学 他说科学家我要上电视 我给父老乡亲们报喜 第二位是这个扎纳同学 他也要上一下电视 然后第三位是这个笨加明66这个同学 第四位是这个麦克同学 他说都是来上电视的嘛 竞争好激烈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想竞争一下 所以我们也给他安排一下 第五位是这个蝙蝠侠同学 他说下一波上个电视 第六位是这个希望同学 也是说下一期要上一个电视 那我们看到这个Discord这边 有六位同学要上电视 加上我们YouTube这边 有两位上电视的同学 今天一共是八个同学要上电视 这不就是七个葫芦和一个爷爷吗 好不开玩笑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这一期的内容 好本来想继续给大家介绍 这个ControlNet的模型以及用法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脚本 我没有讲到 就是这个XYZPlot的脚本 如大家所见 这个XYZ脚本可以直观的 为我们生成在我们限定的 不同参数下的对比图 这会对我们在测试图片参数的时候 给到一个非常直观的帮助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Stable Diffusion 我们来到这个最下方 然后在这个脚本这里 然后点击一下这个下拉框 找到这个XYZ图表 我们来点击一下 然后就进入我们XYZ脚本的界面 那这里呢我要说明两点 首先呢就是这个XYZ脚本 应该是默认集成到 我们这个Stable Diffusion中的 所以正常来说呢 是不用单独去安装的 如果大家没有这个脚本啊 我在视频下方的描述中 也提供了这个脚本的下载链接 大家可以访问这个下载链接 去下载安装一下 第二呢就是因为我用了这个汉化包 所以我的这个XYZ脚本 显示的是中文 不过我们这个页面布局 和这个按钮的顺序 应该是一样的 好那我们继续啊 我们在进入这个XYZ脚本之后呢 最直观的就是可以看到 左边有三个这个选项卡 然后右边呢有三个输入框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选项啊 它分别是这个X轴类型 然后Y轴类型 Z轴类型 右边对应的呢是这个X轴的值 然后Y轴的值和Z轴的值 我们来点开这个类型来看一下 我们发现这个不管是X轴的类型 还是这个Y轴的类型 还有这个Z轴的类型 它这些类型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那我们现在先拿这个X轴的类型 来做一个演示 我们来点击这个X轴类型的按钮 我们看到它有很多的选项 但是其实这些选项呢 它是和我们上面StableDiffusion的 这些选项是一一对应的 比如说这个图像生成的种子 它就对应的是我们这个图像生成种子的Z的值 比如说它这个采样器 它就对应的是我们这个采样器的选项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我们选择了这个采样器之后 我们在这个X轴的值这边再点击 就可以出来我们所有的已安装的这个采样器 然后这个采样器呢 也是和我们StableDiffusion已经安装的采样器 是一一对应的 那我们现在就拿这个采样器来演示一下 给大家一个最直观的体会 我们还是首先输入我们祖传的提示词啊 就是这个Ago 好 为了避免这个StableDiffusion 给我们生成一些非常凉快的图片啊 我们在这里加一些反向提示词来做一下限制 然后我们这个反向提示词呢 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中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来到这个XY的脚本 我们先看这个X轴 然后我们刚刚已经选择了这个X轴的类型 也就是这个采样器 然后右边这个X轴的值 我们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所有安装的采样器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看一下 在不同的这些采样器下 我们相同的这个Ago的关键词 生成的图片有哪些差异 那我们现在来简单的选择一下这些采样器 那为了这个图片的生成速度 我们来随便选择四个采样器来试一下 那我现在来选择一下 比如说这个第一个 然后我们这个DPMR的采样器 然后这个DPMSDE的采样器 还有这个最后一个采样器 那我们就来这四个采样器来试一下 我们看到在我们点击了相应的采样器之后 它就会出现在我们下方的输入框中 大家在实际测试中啊 如果想测试更多的采样器的话 直接去点击对应的采样器就好 那好现在我们就测试这四个采样器 在我们选择完毕之后呢 我们返回这个最上方 我们保持这个其他的参数都不变啊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个生成图像来看一下 好我们返回这个服务器后台来看一下 这边它提示这个XY的脚本将创建四张图像 这个也很合理啊 因为我们刚刚选择了四个采样器 它会根据我们选择的采样器 每个采样器分别做一张图片 然后再把全部的图片生成一张最终的网格图 所以说如果大家刚刚选择的采样器越多 出涂的速度也就会越慢 因为这个Stable Diffusion是根据我们刚刚选择采样器的数量来做图的 好我们的后台显示这个图片已经生成了 我们返回这个Stable Diffusion来看一下 我们来放大这张图片看一下 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一张 分别用四个采样器生成的图片的对比图 上方呢是这个每一个采样器的名称 也就是刚刚我们选择的采样器的名称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信息 这里它图片的这个sit值其实是一样的 这也说明在相同的sit值下 如果使用不同的采样器 我们可能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图片 那因为这里我只是演示我们xy的脚本的使用方法 所以我这里就不讨论这个生成图片的好坏对比了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保持这四个采样器不变 我们想看这四个采样器分别在采样部数20 22 24 26 28和30的速度结果 那我们应该怎么设置呢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保持这个x轴不变的前提下 来设置一下我们外轴的类型 我们点开这个外轴的类型啊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迭代部数的选项 我们来点击一下 然后这个迭代部数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上方的这个采样部数 这个不同的汉化包可能对这个翻译不同啊 但是我们在这个选择了之后 看到这里显示的是这个steps就对了 然后呢我们来设置一下这个外轴的值 我们的目的是要看这个采样部数在20 22 24 26 28 30的速度结果 很明显呢 这是一个等差数列 那我们就可以这么写 首先我们写一下这个值的范围 是20到30 然后呢我们在后面给到它一个括号 我们注意一下这个括号一定是这个英文的括号啊 不是这个中文的括号 然后我们在括号里写一个这个正2 也就是每一次这个数值递增2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我们这个2的前面一定要加这个正号 如果不加这个正号的话 它运行起来会报错 那我相信这条命令呢大家也很好理解 前面这个20到30呢就是指的我们这个采样器的范围 是20到30 然后我们这个后面的正2就是每一次加2 也就是20 22 24 26 28 30 这六个值 那如果我们不加这个正2的条件 只有这个20到30的话 它默认的这个叠加部数就是1 stable deflation在做图的时候就会持续生成采样部数 从20到30的每一个整数的部数的图片 当然我们这个正2呢也可以换成这个-2 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复数的话呢 我们也需要把这个前面的范围来改一下 我们就需要把它改成这个30到20 也就是反过来 这样的话 stable deflation就会理解我们是需要30到20之间 每次d-2的采样部数的图片 从而为我们画出指定的图片 那好呢 我们还是返回这个刚刚的设置 也就是20到30 然后正2的这个设置 那我们在确认这个设置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再返回这个最上方 我们点击一下生成按钮来看一下 好我们来回到这个腾讯云的后台来看一下 这边提示我们说 所以XY的脚本将要创建24张图片 然后画在一个4乘6的网格中 这个也很好理解啊 因为我们这边刚刚采样器选择了4个 然后我们给到采样部数的值呢 是20 22 24 26 28 30 6个值 所以呢 stable deflation才会为我们生成一个4乘6的网格 然后一共是这个24张图片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因为我们最终要做24张图片 这个出图的速度也会相会比较慢 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个XY的脚本 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设置好条件 然后等待这个stable deflation完成做图就好 这也大大提升了我们这个出图的效率 好后台这边已经提示图片生成了 我们来返回stable deflation来看一下 我们看到啊 正如我们设置的一样 这个stable deflation呢 为我们做出了一个4乘6表格的图片 然后这个表格的横轴呢 就是我们刚刚设置的4个采样器 然后这个外轴呢 就是我们这个采样步数 分别是这个20 22 24 26 28和30 我们可以分别对应X轴和Y轴的坐标 来查看对应条件下生成图片的样子 比如说这张图就是这个dpm sd1的采样器 在这个采样步数是22的情况下生成的图片 这个对比是非常的直观和方便的 尤其是在我们做数据测试的时候 这种直观的对比图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效率 那关于这个值的输入呢 我这里还要说明两点 时间关系呢 这两点我就不做演示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首先呢 就是如果我们在实际的应用中 不是去测试这种等差的数列 而是测试的数值呢 比较有指定性 比如我们要测试采样步数是1 3 30下的图片效果 那我们就可以以1 逗号 3 逗号 30这种格式来输入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逗号是英文输入法的逗号 然后Stable Diffusion呢 就会根据我们输入的数值 做出对应的图片表格图 第二呢就是这个数值的输入 大家不要仅仅局限于采样步数这一个类型 事实上呢 只要是涉及到数值的类型 我们在掌握了输入格式之后 都可以通过输入数字来进行批量测试 比如这个重绘强度 它也是由数值控制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选择了这个重绘强度之后 在右边输入我们希望设定的重绘强度的值 然后去分别测试一下在不同的重绘强度下 Stable Diffusion的做出结果 那其他的一些类型呢 也希望大家在充分理解了输入的方法之后 多多测试一下 时间关系呢 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那好 这一期呢 我们简单的讲了一下这个XYZ脚本的使用 以及我们这个数值的填写方法 那我们这个XYZ脚本除了可以做一些数值上的测试之外 还可以用来测试我们的提示词和模型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它有这个模型名称 还有这个提示词搜索替换的选项 包括我们这个CtrlNet和以后训练的Laura 也是可以用我们这个XYZ批量脚本去测试的 那这一部分内容呢 我也会在以后的教程中讲到 还是老规矩啊 应该先会出一期会员的视频 然后在一周之后再开放给大家观看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觉得这一期对你有一点小小的帮助呢 还请给我点一个小小的赞 并且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在以后带来更多Staybody Fusion 包括Mid Journey的相关教程 那好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